第131章 上驻国老供奉 楚禄山并未直接进入湘凡城 而是登船去了春神湖 深夜时分 原本在睡在房中 酣声如雷的楚禄山缓缓醒来 房外一名随行出北梁的嫡系心腹轻声说道 将军 到了 他们请求上船 性子桀骜的楚禄山破天荒 没有拿捏架子 沉声道 你去回话 就说 我去他们那边 楚禄山起身时 一张尖石大床滋滋作响 来到窗口 看到小心靠近的一艘青州大船 并无任何旗帜 若不是得到世子殿下遇刺的消息 不得不快马家鞭赶去 他本该白天 就要跟外边这艘船接头觅武 这船上的家伙 是一条在青州首屈一指的地头蛇 青党能够在朝野上下施大欺人 靠的就是墙头草望风而动 与门阀连姻盘根交错两大法宝 马上要见的那位 是青党里头的一尊官场不倒翁 寥寥数位老供奉之一 楚禄山既然能巴插手做美运 自然是心细如发 只不过春秋国战 只见他如何做事丧尽天良 给掩盖过去了 礼了礼一上 楚禄山走出房间 因为他体型过于罕见 连接两船的船板叠层加宽 比寻常多放了三块 想来是生怕船板不堪重负 致使这名凶名赫赫的 北梁牵牛武将军坠水 楚禄山大踏步前行 船板即便叠了两层 仍被他的恐怖体重给压弯 看得对面一名风度翩翩的中年如是 手心冒汗 等这位北梁王义子登船 立即攻身 作一到底 毕恭毕敬道 陆东江攻营楚将军 陆博科与本江品质相同 不合理说啊 楚禄山笑眯眯说道 嘴上客套 却没有去扶起人为直邀的陆东江 若是这等景象 被青州官员看见 肯定惊奇不小的波澜 陆东江是青州太息郡郡首 父亲是上一任青州刺史 最主要陆家仍建在的老祖宗 是王朝内十四位驻国与上驻国之一 与其余两位老供奉 并称青党的分执牛耳者 这陆东江家学生后 尤其写的一首绝好大改 以疏受精炼见长 却不失媚趣 故而有陆博科的名号 早年殿士 连先皇看到陆东江的字后 都赞不绝口 而陆东江爷爷陆沸池 身为两朝重臣 辗转兵护力三部 曾与老首府一同组阁 资历人望 都是黎阳王朝中第一流的 即便前些年身体缘故告老还家 仍是圣卷恩重 保留了上驻国的头衔 去年这位上驻国偶然风寒 当今天子更是亲自派遣钦差 前来青州问候 可以说在青州 陆东江自身才学也好 所凭家事也罢 兴许只有金安王赵恒才配得上 他如此谨慎对待 船上并无半个闲人 除了陆东江便只有一些祖孙树代 侍奉陆家的精锐死士 对此安排 楚禄山轻轻点了点头 陆东江在前面领路 直上三楼 开门后并不与楚禄山一同进入 楚禄山的体型过于臃肿 踏过门槛时略微伸展 宽薄袖口便被扯住 陆东江赶紧帮忙才解去束缚 房内传来一声轻微娇笑 陆东江听在耳中如遭雷击 小心翼翼 抬头瞥了一眼楚禄山 见着胖子并无异样 才忍下出声斥责的冲动 懊恼这个调皮女儿 怎地如此无视 平日子仗着老祖宗宠溺作风顽皮也就罢了 今天这等攸关家族生死兴衰的紧要时候 还敢这般不懂收敛 看回家以后 如何收拾它 楚禄山进了四角 摆有香炉的屋子 秀了秀 心旷神怡 这胖子轻轻看去 笑了笑 不愧是一等一的青州大族 东西两炉 分别是冬月梅子青香炉 和西楚粉红路胎五族炉 南北则是西楚贺有莲花金香薰 与龙泉斗采磁炉 光是这四尊 原本该是皇宫内庭贡品的小炉子 就得好些银子了 旁若无人瞄了几眼香炉 楚禄山这才看向 正前坐在一张榻上的老人 须眉雪白 两道长眉垂下 带着和煦笑意 更显面善慈祥 气态出尘 大概这算是 饲养炎居养气的极致了 老人身边 只有一名年轻曼妙的灵秀女子 轻柔垂背 正是她刚才被楚禄山 跨门时的囧态 给逗笑出声 老人看到站在房中 步行后背里 更不做下官姿态的楚禄山 不以为意 只是笑着 拍了拍身边女子的手背 说道 一二 去给楚将军搬张椅子 房中专门有一张 为楚禄山量身打造的 宽大黄梨木椅 小小一张 不得不临时让工匠 赶紧制造出来的华柜椅子 就可看出 陆家对楚禄山的重视了 而事实上 怕有心人 因一张椅子 抓到蛛丝马迹 那名木匠 至今仍被陆家软禁起来 没被直接杀掉灭口 已算是幸运 趁曾孙女搬椅子的时候 仍是朝廷四大上 驻国之一的老人微笑道 楚将军 不要跟叶儿一般见识 在家里被宠惯了 不懂礼数 老祖宗 那女子娇称已是不满 不过搬了椅子 总算没忘对楚禄山 试了小小一个万福 并未如寻常女子那般 露出见到一头肥猪的厌恶 或者是听闻陆球名声的畏惧 清党朔国仅存的 几大老供奉之一 看在眼中 微微一笑 这女子便是前些日子 在黄龙大船上 给世子殿下主插的 鹅蛋连美人 徐凤年让青州水师 丢尽颜面后 接下几天时间 就属她最不怕 同传闺蜜的闲言碎语 甚至被北梁世子 不知摸过几次柔嫩小手了 这几天 青州看似风平浪静 水面下却是青州门阀 不知收到了几封 从京城寄回的密信 清党其余几位声望 与陆废池相近的老供奉 都还在京师朝廷 寄回的家信内容如出一辙 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 等 楚禄山两颊肥肉 微微抖动地笑眯眯道 没事没事 陆小姐可是给殿下主查过的 便是上来 打楚禄山及耳光都无妨 才坐在老祖宗身边的年轻女子 一脸天真问道 真的呀 陆废池无形中加重了语气 道 一二 不得放肆 年轻女子立即低眉顺眼起来 小心给老祖宗揉捏肩膀 陆废池似乎仍不满意 平淡道 不是一个时辰前就嚷着饿了吗 去给你爹讨要些宵夜 陆成燕呕了一声 悄悄吐了吐舌头 有些不甘心地下他离开房间 关上门后 他便看到父亲板着一张臭脸 走近后 挽着陆东江手臂撒娇道 好爹爹 生谁的气呢 一二替你骂他几句 陆东江无奈说道你呀你呀 终究是舍不得把话说中了 教训这名爱女 一来子女忠书他最灵力聪慧 二来家里老祖宗精通相面 对这个曾孙女极情溺爱 家族中这三代子孙近百人 连陆东江自己 都不曾有资格 被老祖宗亲自传授学问 叶尔却自小便 跟在老祖宗身边识字读书 陆东江走到船头 迎风而立 当真是玉树临风 当初不知有多少青州女子爱慕 最终 陆东江却只是在老祖宗安排下 娶了青州 普通大户人家的女子 故而 陆成燕的生母 只算是贤良淑德持家有道 称不上有大见识 这些年 一直被同辈好友取笑 而陆东江 也颇喜鞋既有赏 与湘凡城中那位 声色双甲的李白师 也算有些情义 少不得一些 士林常有的诗词相和 陆东江的次女 更是被老祖宗 亲点嫁去了北梁 偏偏这名世家子女婿 与异姓王 并无较身牵连 家族在北梁 也只是二流垫底 远远配不上陆家 实在是怪不得次女 每次回娘家都说些怨言 这次唯唯擅自调用 黄龙战船挑衅 陆东江第一时间便得知消息 立即就要拉住 想去凑热闹的女儿 可多年都不问世事的 老祖宗静一反常态 博了他的做法 至于今日在春神湖上 私下会晤楚路山 更不像是临时起义 而这一切 陆东江无疑都被蒙在谷中 甚至不如身边女儿知晓得更多 这让试图顺风顺水的 陆柏科路太守有些泄气 难道自己 在老祖宗眼中 如此不堪大用 陆承彦蹦蹦跳跳 去逗弄船头 一位幼时被老祖宗 领回来的年轻人 这名十岁 便可击杀数位陆家 换阳武者的死事 跟着陆家姓 明斗 最出奇处在于 这人是个浩瀚亲史上 都含有的众童子 即一目蕴藏两眸 陆东江对这年轻人 没有任何好感 甚至有些不敢与其对视 若非陆斗 是老祖宗格外器重的家奴 加上叶儿小时候 被他从也雄找下救过 陆东江实在不愿接近 不知为何 叶儿倒是从小 与这天生异象的同龄人 十分亲近 而他也只对叶儿露出笑脸 陆承燕拍了拍 一身重假的陆家 心腹死事 嬉笑问道 陆斗 你打得过那陆球吗 就是那胖子 年轻人毫不犹豫点了点头 陆东江慌张低声道 叶儿 不要胡说八道 年轻人眼中露出一抹 与身份不符的比气 只不过隐藏极身 一闪而逝 但是转头面朝陆承燕的 坚毅脸庞 仍是真诚和善 半个时辰后 陆球儿走出房间 陆东江陆承燕妇女 自然要亲自送行 陆球儿有意无意瞥了一眼 立于船头的死尸路斗 嘴角笑一鼓怪 陆东江等大船远去 这才拉着陆承燕 返回老祖宗所在的房中 看到老祖宗流露出 几丝难以掩饰的疲态 陆承燕赶麻儿上前柔肩敲背 一头白发如雪地上驻国路废驰 斜眼看了一下 足内算是最成才的孙子 伸手示意忐忐忑不安的陆东江 挑张椅子坐下 等候者一丝不苟正经微作 悄不可闻地南南感慨道 青州儿郎 素来才智不缺 就是去不掉这骨子降气 顾建堂本事何曾小了去 无非是与徐霄一比 就多了这份要命的骨板降气 再望向曾孙女陆承燕 陆飞池才回心一笑 脸上皮态消散几分 再度面朝孙子陆东江 与众心尝道 温太以红林书级的老家伙 想必这次都在观望 与子孙们的密信 无非是等等等 等朝廷那边徐霄再受挫折 等靖安王教训了 那行事跋扈的北梁世子 这才肯表态 殊不知天底下 哪有这等安稳好事 他嘛 到底是不肯放下 当年被徐霄吃足苦头的 那点小疙瘩 都忘了活到我们这岁数 说到底 不过是只剩下为子孙 谋福运一事可做 见陆东江只是附和点头 陆飞池叹息一声 白白手道 先下去吧 让叶儿陪我说说话 陆东江仍是礼数 滴水不漏地离开房间 这位收回视线 上驻国缓缓闭上眼睛 摇头道 你说实话 喜欢那虫头吗 陆成燕笑道 挺喜欢 不喜欢他 小斗怎么肯卖命呢 老人迷眼笑道 这就对了 可惜你爹却不知 这勤奋二字的重量 第132章 火候 勤奋 陆成燕有些茫然 勤奋轻重 他当然懂得 豪华大族里有万般御下数 说穿了 不过是恩威并计 既然先恩后威 自然就是在说 只不过从老祖宗嘴里说出 分量似乎比他想象的 要崇尚许多 跃进人世沧桑的 青党老公凤 侧头望向那座梅子清香炉 造型螺旋如山巒 刻有蓬莱博山迎州 三座仙山 三缕紫烟 从镂空山中 鸟鸟飘出 景象玄妙 陆成燕与老祖宗相处多年 发觉香气淡了 马上就跑去添置炭火 炉中香料材质 是南海运来的龙老香 加以青州独有的水毛 制成香饼 故而香气浓郁适中 悠长 烟气却不中 不会枪笔 陆沸收回视线 轻声道 半君如半虎 帝王身边的聪明人 可分三等才智 大才今世纪明 是最上等的辅国格局 碧尔张巨露 无疑是这类人 中人可镇守一周执掌树郡 用大了乱国祸邦 用小了又取才 我们青州温太乙红林书 都在此练 你父亲陆东江以后 若能魔力一番 也勉强能算 最下是那些 只懂逢阴魅主的家伙 才学平平 但天生察言观色 叶尔 可知为何 历代辅佐君主的 大才之事的下场 都不如小才 陆承燕小声说道 功高震主 陆沸池不置可否 但然道 北梁王徐骁 不可谓不功高震主 为何这人图能活到今天 猎土封疆 手握三十万精兵 无他 唯有勤奋二字 与帝王相处 勤奋远胜财略啊 宦官为何能干政 外戚为何可掌权 可不就是君主念着 那份香火情吗 徐骁与先皇的关系 少于父子 多于兄弟 殊为不义 因此 哪怕先皇驾崩 这份情义 仍是或多或少 传承到了当今陛下那里 当初夺敌 徐骁只是冷眼旁观 这不是功 而是常人 不知的情义 后来赵治皇后 要召北梁世子做驸马 温太乙这些人 都觉着是皇上 与徐骁的君臣 情义殆尽了 急着落井下石 在朝廷里 与孙希记这帮 亡国老贼一起鼓噪 错了 大错特错 赵治这女人的心胸 不简单哪 在我看来 只有一半是想 试探徐骁的底线 余下一半 却是存了要 保北梁堡徐家的心思 即便徐骁对此推阻 他也不会真的动怒 这次徐骁进京 如何 不一样 拿到手是洗网替了 若是换做别人 哪怕是烟斥王 能得逞 陆承燕小心翼翼说道 老祖宗 那现在北梁王戎马 一生辛苦攒下的 君臣勤奋 还有多少 陆沸驰笑道 所剩不多了 再多的勤奋 也经不起徐骁三番两次折腾 只不过烟刺王广陵王 几大番王不死绝 就还在 先皇不让顾建堂 赶赴北梁做异性王 是有莫大理由的 顾建堂此人过于圆滑了 不肯树敌 先皇怎么会放心 让他去千里之外称王 徐骁这瘸子 锋芒中手桌的各中三位 顾建堂的火候 可是的确比不上 早前王朝有人说 徐骁的班底 交给顾建堂 一样能灭六国 这话倒也不假 只不过下场嘛 就逃不过角兔死走狗烹了 这尊在青州 已养天年许久的老供奉 微微一笑 说道 在于你这小妮子 说些事情好了 之所以行险来春神湖 是因为咱们青党两代人 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气 散了 那闭眼了不得 才执政没几年 便将温老头 给治得服服帖帖了 若只是如此还好 可洪灵书这老不死本 想着下来前 将几个不成才的儿子 推上去 一个入京做大皇门 一个做郡守 剩下一个斗大字不识的 则据跟姓为的 要青州水师 都被碧眼搅黄了 还将杨领郡 交给了温老头的 得意门生 洪灵书什么都好 就是心眼太小 虽说看出了 这是碧眼的阳谋 仍是气不过呀 一来二去 与本就有间隙的温老头 彻底疏远了 余下几位 能在朝廷说上话的 青州老家伙 也不肯消停 要么被顾建堂 暗中拉拢 要么与西楚老台师 孙希记这些人 眉来眼去 以后青党大事如何 其实谁都看得出 只不过真落在自己头上 就顾不得大局了 咱们青州 早就被古人说死了 见利忘义啊 陆承燕嘻嘻笑道 若是老祖宗还在京城 哪里容得他们瞎来 陆费驰摸了摸 这个曾孙女的脑袋 迷眼笑道 你这小马屁精 老人叹气道 我何尝不是 建立忘义之徒 也就只能在 你这小丫头面前 笑话这些个老不死 只不定明天就轮到他们 来富匪编排我了 陆承燕哼哼道 他们敢 叶尔明儿 就让陆斗杀的他们 全家鸡飞斗跳 陆费驰身手抚须 开怀笑道 世上少有真的聪明人 却也少有真的笨人 你父亲这些个 所谓的毫法子孙 却是不太懂这个道理 只不过 如今天下清贫 见不得激荡乱世时的 惨烈人心罢了 陆家府上那些 恨不得掏出心肝 来称上一称 赤胆忠心的幕僚青客们 我看就没几斤重 寒门世子读书读文宝 世祖只读锦绣前程 读出大义和大智的 少知右手 那么多记载 先人写淋淋教训的史书 都可惜了 陆承燕点头说道 读死书 当然百无疑用是书生 读活了 才算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呀 老人哈哈笑道 赞赏道 这话得让你父亲听听 陆承燕做了个调皮鬼脸 那不行 爹肯定又得跟一二唠叨 盛贤云这约哪了 陆飞持脸了脸笑容 在陆承燕的搀扶下 缓缓起身 走到窗口 轻声感叹道 世子赵荀 输给那北梁殿下不奇怪 可连打定逐一破釜 陈州的金安王都没能留下他 这就有意思了 刚才楚路山自称 仍有你打耳光都不会还手 叶儿 别以为是场面上的玩笑话 这位笑里藏到的陆球 是很当真的 陆承燕亚然惊呼道 竟是真话 叶儿还以为是南长 打去的假话呢 陆飞持淡然笑了笑 所以我准备 让你入北梁王府 正非不奢望 怎么都要替你求个侧妃 论其胆量 温红两的老家伙 这辈子可就没一次比得过我呀 自小被老祖宗夸赞 心有灵犀的陆承燕 虽说早有几分猜测 但轻耳听到后 还是满心震撼 一时间不敢说话 陆飞持拍拍的手背 和矮说道 去 盯会香炉 这玩意 不能差了火候 看着曾孙女 小跑去蹲在香炉前拨弄炭火 老人望向湖面 威风拂面 白须飘逸 实在是风采卓绝 略作思量 轻声说道 一二 明日将那鹿斗 交给楚路山 这香繁城的火候就对了 陆承燕乖巧 呜了一声 陆飞持转身从架子上的石盒里 拿起一块老浆 放入嘴中 突然问道 听说那柿子殿下 长得十分俊俏 陆承燕错愕了一下 抬头扬起一个笑脸 可好看了 陆飞持缓慢嚼着微辣的生姜 抚须米眼道 如此看来 大抵有老祖宗当年一半风姿了吧 陆承燕伸出一根手指 在脸颊上滑了滑 调皮笑道 老祖宗不知羞 老人也不生气 走过去弯腰抹去 曾孙女脸上的那一抹黑炭 宠溺道 嫁出去的闺女 都是泼出去的水 这还没嫁人 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老祖宗白疼你这些年了 陆承燕突然红了眼睛 哽咽着嚷道 燕不嫁人了 不嫁不嫁 陆飞持呵呵笑道 傻丫头 老祖宗最后送燕一句话 嫁夫从夫 真想要让咱们陆家 大富大贵下去 以后等老祖宗进棺材了 别管你爹娘如何说 更别管家族如何求 都要记得 万事先替你夫君着想 这才是让陆家 从青州乱局中脱颖而出的根本 那你个相貌俊逸的未来夫君 这次能让静安王兵行险招 一半是本事 一半则是差了火候 不过他毕竟还年轻 只要气魄格局有了 未尝不能做一个 不输徐瘸子的北梁王 老人望向星空 轻声说了一句 让陆承燕迷迷糊糊的晦涩言语 战北望南 以莽吞龙啊 徐凤年没有凑近 大几名峨眉所在的篝火 而是躺在山坡顶端的草地上 望着那条璀璨银河发呆 前不久 刚刚给青鸟喂下 龙虎山老真人赵兮团的收徒里 是在珍宝无数的天师府 都珍贵无比的龙虎金丹 一盒只有两颗 据说可以延年益寿 与续命无益 只比齐玄珍 亲手炼制的丹药差上一筹 当年老奸神李纯刚上 龙虎山斩魔台 求的就是其仙人手中传言 可起死回生的仙丹 因此 当才看到盒子打开后 香气弥漫的两颗龙虎金丹 识货的李纯刚 为那轻衣女必服下前 询问了一句 真的舍得 老奸神本意是 女币的伤势已经没有大碍 活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一颗价值连城的金丹 就显得没那般必要 有挥霍嫌疑 没料到柿子殿下语调平静说舍得 然后直接询问 第二颗金丹何时是一副食 羊皮球老头 来到柿子殿下身边坐下 拔了根甘草掉在嘴里 感慨道 天似穷颅 笼盖四野 谁不是井底蛙 徐凤年笑道 老前辈 这可不像是你会说的话 老奸神撇了撇嘴 自嘲道 在小泥人面前 当然需要时时摆出高人的架子 否则如何骗他与老夫练剑 徐凤年翻了个白眼 学着老奸神拔出一根甘草 弹去泥土 放入嘴中细细咀嚼 含糊不轻道 甜啊 以前跟老黄时常睡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没床没背 我没事就骂娘 等到实在没力气了 老黄就递过来这种甘草 老剑神拼静说道 卢尾当中 你那几刀就是剑九皇的九剑吧 老夫虽从未见过此人初剑 但前八剑还好 只算是一般的上乘剑术 第九剑却是实打实的大家风范 你小子偷练多久了 徐凤年摇头道 只是看了剑谱 从未真正练过 不知为何白天就用出来了 李老头一脸半信半疑 老前辈为何不说下那件下 老剑神笑道 那你小子 怎不去如鸡四可地翻看那不天底下 无出其右的刀谱 徐凤年重新躺下 翘起二郎腿 老剑神大声笑道 天不生我李纯刚 见到万古长如叶 徐凤年无奈道 这牛皮你跟姜妮吹去 老剑神站起身 一脚踹掉这小兔崽子的二郎腿 怒道 滚起来 老夫让你知道 这话是不是吹牛 徐凤年愣了下 不敢置信道 要叫我上城剑术不成 老头吃笑道 世人眼中的上城剑术 算个卵 老夫今晚直接受你两袖青蛇 第133章 灯楼 晴天兼通天台 顶楼除去众多繁琐复杂的观像仪器 还用座藏书纳简 三面书墙高达树丈 以至于需要多架专门用来拿书的梯子 此时已是深夜 只有一名老人与书童待在这里 老人因为读书过多 以至于看坏了眼睛 夜下夹着一本古书 蹒跚着走出内室 来到凿开一墙突出向外的摘星路上 这条路突兀横出格楼掌达六丈 由9981大块 汉白玉镶嵌而成 金银剔透 行走在路上 低头看去 胆小的肯定要两腿颤抖 站在这里 可饱揽皇宫全景 属于于归为之 因此 在本朝任何一份 于图方志文献上 都不见通天台的记录 老人 走到玉石道路尽头 仰头望去 小书童赶紧跑来 给监政大人 披上一件外衣 长得唇红齿白 灵气肆意的书童 倒也不居高 在一旁坐下 双脚悬空晃荡 陪着老人一起看向浩瀚星空 拖着腮帮 正正出神 小书童轻声问道 监政爷爷 真的能看到什么吗 听窃胡大人说 他当年亲眼瞧见 八国版图上 八根冲天起的浩大气柱 一根根逐渐轰然倒塌里 这会儿 就只剩下咱们黎阳王朝这一根 直达天庭了 既然被喊作监政 那自然是青天间的第一人 难怀鱼了 老人拢了拢外衣 轻笑道 老了 眼睛也不好使唤 已经看不太清楚 年幼书童不以为然道 监政爷爷 你有天眼的呀 会看不清楚 老人无奈苦笑道 天眼 黄三甲的话也能信 小书桂 这是那老恶辽 想借我屁股下的位置 来替他布局 千万不能当真 若说天眼 他自己才是 我都忘记功夫差远了 书童打抱不平道 不会呀 监政爷爷 不是跟那黄魔头 下了两盘棋吗 先输再赢 哪里比他差了 接着下的话 他肯定就只能 自称黄两甲了 老监政摇头道 没赢 没赢啊 只是下到一半 黄三甲不愿再下而已 棋盘上我虽说占据优势 可他只要再下十棋 就要溃败 当年我觉得能够持平 十年前再思量 觉得二十手就要输 这会再回过位 就只剩十棋了 天晓得过些日子 是不是觉得 五手就得输 说不定临死前才知道 黄三甲只需一棋 就可扭转乾坤 这才是此人的真正厉害处 朝廷设计待兆 南派以王吉兴为首 北派以宋书童作魁 其力与我相仿 其实都远逊色于黄三甲 王吉兴说 黄龙是下棋如淮英用兵 功无不克 这话分明是只观棋谱 不曾亲自对局的局外语 应该是淮英点兵 多多一扇才对 黄三甲真正厉害处 哪里是在中盘 收官才见功底 只可惜 世上无人能与他手谈至收官罢了 想必这才是他挑起春秋国战的原因 毕竟三尺棋盘 对他而言 太小了 被陛下以国师相待的南怀鱼 昵称小树柜的书童扎舌道 那这魔头 岂不是真的天下无敌了 就真的没人 能下棋赢过他吗 老人想了想 笑道 赢过他的 似乎真没有 不过平局 有 书童两眼放光 扯了扯老坚正的袖子 迫不及待问道 谁啊 老人怕身边这只小书柜着凉 先让书童坐起身 再将书本垫在这孩子屁股下 这才不急不缓说道 当年先皇亲自出营 数十万泰安城百姓家道欢迎 小书柜 你说是谁 书童挖了一声 知道知道 白衣僧人 两禅寺那位提出顿悟的神仙 坚正爷爷 真的能立地成佛吗 是不是说我站着站着 就变成佛了 如果是真的 那我也想去当和尚 老坚正语气沉重道 顿悟真假不知 终究不是世门人 即便我读了些佛经 也不可妄言 可修道破财参禅散运 千真万确 一国君主 若是痴迷福道 肯定不是姓氏啊 崇尚皇老清静还好 于国伤财 还可以当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但若崇佛 就不好说了 气运一散 再聚难如登天 佛法触入中土 便遭来禅匾 未必只是流于表面的 如是道三教奇异 实则是最重氧气的 如道两家担忧佛门 坏了中土气势 小书童苦着脸道 那我还是不做和尚了 老人笑了笑 摸着小书童脑袋 书童抬头问道 坚政爷爷 白天那北梁王 来咱们青天间 怎么其他人都怕得要死 我就不怕 老坚政起身说道 不怕就好 好了好了 偷懒够了 咱爷俩该回去做事 等抓紧时间修订完这部行李 我也该闭眼了 若是被那白衣僧人抢了先 就又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祸事 所幸我这老眼昏花的将死之人 有你这小书鬼帮忙 哼 估摸着下辈子投胎 是做不了人 这便是泄露天机的命啊 小书童一脸悲气 南怀鱼有些吃力的眯着眼 转头望向北梁那边 伸手指了指 轻声说道 小书贵 等我死后 就靠你压制那条巨蟒了 篝火有两大丛 未老到几个身份 不同寻常的护丛 加上鱼又微江泥这些女眷 占据一丛 凤子迎卫着另外一丛 两者间隔较远 属于狠守规矩的避嫌 陪王妃的端庄架势 他闲来无事 便流行着凤子迎动静 可以看到那些轮流职业的 亲戚来来往往 井然有序 大战过后 两名将军都负伤不清 可不管将校还是士族 脸上都没有颓丧气息 看他们口形 似乎都在说 那位世子殿下 各个神采飞扬 凤子迎越是这般军心凝聚 裴王妃就越不自在 原本那点逃离牢笼的心思 都逐渐冷淡 落魄到要去打扫车厢的阶下球 暖和了几分 望向身边左侧 是抱白猫的鱼美女子 一同陪着自己去寻水谈 路上聊聊几句聊天 便知谈吐不俗 右侧那身份古怪的年轻女子 可真是长得灵气 裴南伟身为胭脂瓶上的绝带油物 仍不敢说 再过几年 还能胜得过 这穿着朴素的女子 说她是女币 不太像 哪有能够与北梁世子 怒目相向争风相对的丫鬟 可若说是大家闺秀 又不对 那双根本谈不上 白玉凝脂的粗糙小手 显然是贫苦人家出来的孩子 这北梁 果然是怪人蝶出 猜不透想不通 裴南伟情不自禁 望向世子殿下消失的方向 这无耻混账 又在做什么 北梁王府 听朝廷 这一夜 腰间以无双刀的白虎脸登三楼 第134章 曹关子 月明星熙 两蝉似阴面山脚的小毛屋里 憨声大震 却是个其貌不扬的少妇如此不雅 他手脚大张 占据了大半床铺 一个霸气转身 不小心将身边的中年光头和尚 给一脚踹下了床板 可怜和尚坐地上发呆半想 起身披上一件素白袈裟 走出屋子 隔壁被木板间隔出两个小房间 这白衣僧人捏手捏脚来到女儿房间 替他盖好毯子 这妮子睡相跟他娘亲如出一辙 不安分 再来到徒弟屋子 看到这小笨蛋十有八九做了个好梦 估摸着是梦到跟东西去哪里疯完去了 只顾着笑 装饰寒酸的狭小屋子里 整齐洁境 家中两个女子的鞋袜 总是天南地北乱丢 这笨南北不一样 任何物品摆设 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与他给寺里会自备僧人奖金说法一般 白衣僧人独自走出茅屋 来到千佛殿 墙面上彩绘有金刚罗汉拳法 栩栩如生 地面上坑挖不平 总计一百两八个脚印小坑 江湖上传闻 这是两禅寺最厉害的一门浮魔神通 谁若能面壁官权 走对了一百零八步 就可稳居天下五道千三甲 此殿之所以称作千佛殿 是两禅寺在这里一年一雕佛 迄今已有佛像破千 白衣僧人既是这一代守卑人 也是这一辈千佛殿雕像僧 站在殿门一眼望去 十方诸佛菩萨无意雷同 比较三面全谱 更加壮观恢宏 两禅寺初代祖师曾留下佛语 凡入大殿 凡建文觉知者 均将获得菩提解脱之种子 殿内悬挂一幅银帘 从步步生连以来 迄今已三千年 重塑大殿供罗汉 立八十一男二后 愿将二十八品 普济群生讲法华 只是自打白衣僧人 从吉西之地返回泰安城 再返两禅寺 只雕了一座罗汉像 那一年 刚好把小和尚奔南北领回山 白衣僧人抬头看着开门后 月光洒满的千佛雕像 长嘘短叹 小和尚吴南北 不知何时出现在白衣僧人身后 忧心忡忡道 师父 明天师娘又要下山啊 白衣僧人一脸扔命道 去吧去吧 反正玻璃 也剩不下几枚铜钱了 笨南北老气横秋叹气道 东西下山几次后 这会儿再跟师娘挑脂粉 都只挑死贵死贵的了 以后可怎么办了 你怎么醒了 刚做梦跟东西牵手了 结果他敲了我一百里 就醒了 哎 喂 师父你打我做肾 除了牵手 还做啥了 没啊 就牵手 要不还能做啥 真没有 出家人不打狂语 牵佛殿这么多菩萨罗汉 可都看着你呢 呃 除了牵了下手 我还跟东西说我喜欢他 难怪要挨打 师父 老方丈说 你是罗汉第三尊 无垢罗汉转世 佛经上说 这位菩萨没有忘活烦恼 怎么你总是被师娘和东西 说掌了一张苦瓜脸呢 大主持还说 你是佛陀最后一名弟子 须把陀罗尊者呢 在佛灵入灭涅盘 接受训诫而得菩萨果 听着挺厉害 怎么也没见你智慧博学无碍变才 不说四里和山下 就说我们茅屋才四个人 你吵架吵得过谁 唉 老方丈对谁都喜欢说好话 被夸实在是没啥好高兴的 师父 要不你教我下棋吧 为何想要学棋了 东西在山下求师娘买了两盒棋子 可师娘不会下 东西说下不过你 就只能跟我下了呀 我闺女天下第一聪明 可这学棋嘛 实在是悟性没那么精彩绝艳 说不定也下不过你 到时候师父的铜板又浪费了 没关系 我让他呗 笨蛋 让棋 你能让几局 一辈子呗 反正等我修成舍利子就行了 算算 其实也没几十年 好吧 师父也有些年没摸棋子了 你去把棋盒拿来 现在 我哪敢去东西房间啊 还不得被打死 我又不敢跑 万一跟以前那样跑得悲灵灵 东西找不到我咋办 到时候 师娘乘饭的时候 又只给乘半碗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无往矣 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还修什么佛 师父 这话不是山下儒家圣人的 警示名言吗 这样吗 千真万确 哎 以前总听四里方丈们说 你在十年一度的莲花台 讲经论道很厉害 连那些是灵红儒和道门真人 都佩服 看来也是吹牛 师父 你私下给他们铜板了 放屁 师父的私房钱 不都是你师娘盯着吗 那屋后头那 龙门二十品 十杯下头的桃盆 不是你前两天 你才刚让我埋下的吗 哈 南北啊 今天月色不错 你在这等着 师父去拿棋盒 片刻后 白衣僧人拿着两盒棋子 以及一座东西 让小和尚砍树制成的 粗糙棋墩 师徒两人在千佛殿中 席地而坐 白衣僧人 对那棋线歪歪扭扭的棋 翻了个白眼 弃之不用 而是一手指 在地板上刻出纵横十七道 殿内地面 由特殊材质的石料精心铺就 世人为之金刚镜面 曾有上乘得到剑士 以利剑砍下 都不曾砍出痕迹 因此 那一百零八清晰脚印 才分外显出入圣神通 小和尚吴南北 对师父手指花现 并没有什么惊奇 只是哭丧着脸道 师父 大主持还好 其他方丈 肯定要跟我说 几天结的佛法了 白衣僧人一脸无所谓道 让他们叨叨叨去 小和尚悲愤道 可他们不乐意 跟师父你叨叨叨 就只揪出助我不放啊 叨叨叨 是这四里古怪一家四口的独有口头禅 白衣僧人炙若罔闻 瞥了眼十九道奇敦 移了一声 略做思量 拍手大笑道 妙极 可惜没酒 当年师父跟你一个老流氓下了两盘平局 分别是十五道与十七道 他气呼呼放狠话说 若是十九道 师父我就不是他对手了 不过看当时情形 这流氓不太愿意第一个提出十九道棋盘 笨南北 可知道是谁手创 好像是徐凤年的二姐叫徐卫雄 这名字大气 东西羡慕了很长时间呢 埋怨师父你当年取名字一点都不伤心 哼 其实我就觉得东西这名字才好听 这话就是不敢跟东西说 又是徐凤年这兔崽子 师父回去得在账本上记下他几菜刀 师父 你现在每天都记得 徐凤年以后真要来四里 我咋办 我是帮东西还是师父你啊 你说呢 这会儿先帮师父 到时候再帮东西 南北 师父以前真没看出来 你原来不笨啊 可不是 不笨还是笨 等你哪天不笨了 东西就真不喜欢你了 啊 师父你别吓唬我啊 我会晚上睡不着觉的 明天可没精神给你们做饭了 这样的话 你就当师父没说过这话 师父我不学习了 想去东西房外念经去 笨南北 师父告诉你 念经没用 经书与这千佛殿千佛都是死物 若是光念经就能念出舍利子 大主持早就烧出几万课了 不说这个 教你下棋 白衣僧人只是粗略说了一遍为其规则 第一局让六子 师徒两人皆是落子如飞 笨蛋小南北自然输了 第二局让五子 小和尚仍是输 第三局让四子 小和尚连输三把 白衣僧人皱眉道 南北啊 这可不行 明天怎么给东西让棋 还让他看不出来 你在让棋 一旦认真做事 便面容肃穆的小和尚 点头说道 师父 我再用心些下棋 第四局 只让三子 按照常理 白衣僧人让子越少 而且并未故意放水让棋 自然该使小和尚的棋局 越来越难看 而事实上先后四局 小和尚的形势 却是逐渐好转 第五局时 白衣僧人看了眼天色 说道 这局不让子 你能撑到160手 就算你赢 明天可以去跟东西下棋了 奔南北使劲点头嗡了一声 刚要直白先行 无意间看到袈裟 有一只蚂蚁在乱窜 小和尚憨憨 微笑了一下 轻柔伸出 两根仍捏着棋子的手指 让小蚂蚁爬到手上 再放于地上 等他行愿 这才清脆落子于金刚镜面上 这一局 终究是被小和尚 撑到了170余手 白衣僧人没有在下 笑道 现在睡着了没 小和尚摸了摸光头 开心道 行了 白衣僧人摆摆手说道 去吧 小和尚呕了一声 起身离开千佛殿 盘膝而坐的白衣僧人等 徒弟走远 约莫着回到茅屋 这才一手托着腮帮 斜着身子凝视棋局 白衣僧人伸了个懒腰 轻声道 曹长青 还是这么好的耐心啊 难怪被称作曹官子 除去他的言语 大殿仍是寂静天籁 白衣僧人伸手一抓 地面上十几颗白旗猛然悬空 再轻轻一扶 旗子如皱羽姬射向一侧 稍后 一名文士青山装扮的儒雅男子 悠然出现在殿内 手中抓着那十六颗棋子 每行一步弹出一棋子 空中不可见棋子踪影 眨眼间 白衣僧人袈裟上 便粘住了十五颗 这个喝酒吃肉 还娶媳妇生女儿的不正经和尚 窥然不动 但是大殿内千佛雕塑 却奇奇摇晃 如同遭受了天魔巨章入侵 尤其是几尊金刚怒目菩萨罗汉像 前后摆动时 格外气势害人 想必是十五棋子 击中白衣僧人袈裟 每一棋子 都带来一次契机不闻的剧烈激荡 才引来这般异象 俊雅不凡的中年文士手上 只剩最后一颗棋子 笑道 果然世间无人可破你的金刚镜 不见白衣僧人如何动静 十五白子从袈裟上坠地 然后被赋予灵性 一般在金刚镜面上 迅速滚落回棋局原本位置 白衣僧人平淡道 曹关子的十五指悬而已 要不你拿出天象境界试试看 身材修长的文士笑了笑 轻轻将手中棋子往地上一丢 往前几个蹦跳 恰好与十五子一样 乖乖返回原位 摇头道 不是了 当年号称 可与齐宣真一战的北莽第一人 难行而来 到了两禅寺 不一样伤不到你分好 只不过这地上 倒是被你一怒 踩出了108金刚硬 不过我很奇怪 你与人打都是平局 为何下棋还是喜欢平局 黄龙氏当年先是以三百余僧人 性命与你对局 一人做一子 这一局死了43人 索性被你平了 后来春秋国战结束 黄龙氏逼你在下 却是以天下百剧内的 几百座佛寺做棋子 输一子便回去一座 赢一子便让黎阳王朝多见一座 为何你仍是平局 我观棋谱后 第一局你赢面的确不大 第二局分明是你有望胜了黄龙氏的 白衣僧人抬头看了眼 这位明动天下的曹关子 与自己类似 这个家伙 也曾亲自与黄龙氏下棋 据说两人手谈几近关子阶段 曹关子比起那几位宫廷御用国手 当然要墙上不止一筹半筹 可面对这等世人眼中的神仙人物 白衣僧人仍是古井不波 平淡说道 我如果说急着 回家给媳妇做饭 你信不信 曹关子听到这个天下含有的笑话 竟然没有如何笑 叹气惋惜道 如今连女儿都有了 就更没耐心陪我下志收官 看来是没机会跟你下棋了 白衣僧人讥笑道 谁乐意跟你下棋 一举棋能下几个月几年时间 本名曹长青早已不被熟知的曹关子 坐在白衣僧人对面 看了眼其实早已烂熟于心的棋局 笑道 你这徒弟实在是厉害 不愧是被佛门视作末法大劫的希望所在 白衣僧人平静道 曹长青 我的脾气其实没你想得那么好 你愿与我下棋 我也不愿跟你打架 诺 在皇宫里头替你寻来得好久 曹关子摘下腰间的酒壶 丢给白衣僧人 然后他左手粘起一颗白子 轻轻落子 似乎知道白衣僧人不会与自己对异 右手自顾自拿起黑子落在地面 形成自娱自乐的场景 说道 放心好了 我宁肯跟邓泰阿的桃花之较劲 都不会跟你扯上关系 世人只知你金刚不败 我却知晓 你金刚怒目的不畏 白衣僧人喝了口酒 皱眉问道 那寒人猫都没留下你 曹关子左右各自下棋 摇头道 这一趟凑巧没碰上 白衣僧人抹了抹嘴 问道 你这落魄西楚世子 还念想着 找到那位身负弃运的小公主 复国 曹关子神情落寞道 怎么不想 都说他与皇帝陛下一起殉国了 可我始终不信小公主会死 西楚容器仍在 青天间不敢承认而已 白衣僧人仰头喝了一口酒 曹长青 你是为我的心力而来 黎阳王朝严习就立 本是奉天承运 可吞并八国后 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青天间在忙这个 我这边倒断断续续 不太着急 你想着动些手脚 给你那位王国小公主 保留一线复国生机 曹关子突然站起身 一一到底 久久不肯直邀 白衣僧人叹气道 曹长青 你当真不知道 这是逆天窜命的勾当 龙虎山上任天师的下场 你不清楚 这位二十年间 几乎一举问鼎江湖魁首 傲气不输任何人的曹关子 仍是没有直邀 白衣僧人犹豫了一下 陈生说道 不是我不帮 而是大势所趋 旧西楚根本无法成事 有老太师孙西记 理应外合 又能如何 真当全天下人 都是束手待毙的傻子吗 徐霄顾建堂没死 六大藩王没死 如今再加上张巨鹿 还有皇宫里那位 曹长青啊曹长青 圣贤只说力挽狂澜于极道 可狂澜已过 大局已定 你又能做什么 莫说是你 便是齐玄珍这等仙人 都没用 曹关子直起身 正正无语 一脸凄凉 千佛殿外 电闪雷鸣 很快便大雨磅礴 白衣僧人低头望着曹关子 代替徒弟所下的白子 决然不顾 哪里是曹关子 滴水不漏的关子 一时间有些欺欺然 长叹一声 罢了罢了 这壶酒是好酒 我只能保证 这位西出小公主不死 其余的 爱莫能助 你如果再得寸进尺 我顶多下山去皇宫 要一壶酒还你 曹关子再次作医 洒然转身 走入大雨中 这正是虽千万人无王矣 儒家豪气长存 白衣僧人即便身在室门中 依然有些赶伤 刚要入睡 便被雷声惊醒的小和尚 赶忙撑了油纸伞跑来 看到师父手中多了一壶酒 再联想到 方才那个走出千佛殿的中年书生 纳闷问道 师父 这酒是那读书先生送你的 白衣僧人点了点头 笨男北收起伞 咧嘴笑道 我撑了一把拿了一把 刚才碰上这位先生 就借了他一把 白衣僧人瞪眼道 借他作甚 你又年马月才能还你 一把伞 可要好些铜板 小和尚为难道 那咋办 我在寺里奖金 大主持也不给我铜钱啊 明天要是东西和师娘问起 就糟糕了 白衣僧人无可奈何道 算了 就说我买酒好了 小和尚感激喊道 师父 白衣僧人白眼道 师父要去一趟寺里藏经阁 躲一躲你师娘 你睡去吧 小和尚忐忑道 师父 要不我还是 跟师娘说实话吧 白衣僧人站起身 狠狠在这笨徒弟脑门上 敲下一板力 笨蛋 小和尚灿烂一笑 白衣僧人 尊尊教导道 南北啊 明天师娘生气的话 对你来说 最多就是少吃饭 多干活 可你师娘心情不好 不总喜欢去山下 买些一年 也穿不上几次的衣裳 这可都是师父的血汗钱啊 小和尚恍然大悟 白衣僧人笑道 去吧 睡觉去 小和尚恩了一声 道 东西怕打雷 我去门外给他念经去 白衣僧人摸了摸自己光头 这徒弟 站在千佛殿门口 看到在泥泥中奔跑 顾不得雨水的笨南北 白衣僧人嘻喃道 笨南北啊 你有一禅 不负如来不负清 第135章 楼上肺腑 夜幕中 白胡尔脸站在听朝廷三楼外廊 很难相信 这座七王中 占地规模仅次于燕赤王的北梁王府 没有一个主子 不说王妃早逝 摘去大祖国头衔的徐霄远在京师 连那个世子殿下 都跑出了北梁 长女徐之虎还好 嫁人后 到底是一条泼出去的水 次女徐卫雄夺魁了 不以貌取人 至以才华平定的胭脂富榜 仍在上阴学功求学 而北梁王的幼子黄蛮徐龙象 则在龙虎山修行 这让白胡脸偶然偷闲出神时 有些哑然自嘲 当初遇到与难民乞丐差不远的徐草包 哪里会想到 能有今天的登上武库三楼 原本已经做好与北梁王做买卖的最坏打算 不管如何 都要在这听朝廷里辩揽群疏 后来借徐凤年秀东春雷双刀 谈不上什么后悔心疼 对他来说 除了留着命练刀 没什么舍不得放不下 白胡尔脸双手 扶在微凉的栏杆上 思绪万千 他与世人一样 以往对打天下 打下这座尊荣府邸的徐霄 怀有不小成见 只是这一年多待下来 再回头来看那驼被威瘴的老人 总有些由衷的佩服 内外十一仪 敢称兵杖者 栗斩之 天下疆土 凡日月所照 山河所至 皆为我黎阳王朝之臣妾 这两句豪言壮语 并不是那些诗谈文豪的纸上谈兵 而是出自英雄五点末多年 被世子诟病的匹夫徐霄之口 更难能可贵的 徐霄几乎做到了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南宫先生 难得看到你偷懒 白胡尔脸身后传来冷清嗓音 略带着笑意 白胡尔脸转身 望着眼前男子 摇头道 不敢被李军师称作先生 恭喜登上三楼 比我想的 要快上一年时间 来者正是国士李一山 在那人才辈出 测试璀璨的春秋国战中 他仍是最出类拔萃的 当年此人与西蜀人赵广林 并称徐人图的左膀右臂 左照右理 大体上是一人谋略一人决断 其中赵广林又擅长扬谋 李一山侧重阴谋 众多有损应得的绝护计 皆是出自他手 两人合璧 配合得天衣无缝 赵广林呕血病逝于西蜀国境内 是非功过忠实 难逃过眼云烟 而李一山留在庭朝廷 给出北梁王谋画册 只不过看他气色 也是病入膏肓 不像长寿人 确实 当年西蜀破国 顺势灭去蜀个反复无常的南蛮豪强 正是李一山提出高于车轮者 不管妇孺 皆杀 蜀州至今提及李一山 都可让小儿只提 这等不计杨福英德 都要建功的人士 怎能活得长久 白火脸问道 有一事不解 想请教李军师 李一山点点头 微笑道 请说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白火脸本就不是客气的人物 静止问道 北梁王公认 是仅是能领兵的将才 而非能将将者的帅才 春秋国战 其余三大名将 极少如北梁王这样 每逢战争必身先士卒 西磊必一战 无疑是史上兵甲最胜的一场巅峰国战 但他仍是 把指挥权大胆交由你 与那陈之暴 轻率精锐铁骑 指导黄龙 为何北梁郡只能姓徐 而不是其他 李一山望向无人抛耳 便永远水面寂静地听潮湖 轻轻笑道 当年我与赵广林 也争执过这个问题 谁都没说服谁 答案不在我这里 在徐霄徐凤年父子手中 南宫先生大可以继续冷眼旁观 赵广林这人啊 可惜生在了乱世 否则肯定是至势能臣 不比张巨路差 那时候 我与他最大的分歧 便在以后谁来指掌北梁郡 是徐家子孙 还是谁 所以我与徐霄说 幸好赵广林死早了 以他极恶如仇 以及非黑即白的刚烈性格 不管咱们的世子殿下 是真韬惠 还是真顽固 都瞧不顺眼啊 我呢 运筹帷幄至胜千里外 大概是比不上他 但脾气要好伤很多 所以才能活得比他长 要不你以为徐凤年那家伙 为何三天两头来送酒给我喝 这小子 精明着呢 赵广林不喜欢这类小聪明 我反而很欣赏 再就是他做军师时 都在军帐内势必攻卿 我比较懒散 所以许多事情都能看在眼中 多知道些世子的心性 这家伙是我看着长大的 那次因为富甲女币赵玉台的事 惹恼了王妃 发这小子台币 提着两本书面必思过 才多大的孩子 能提多久 坚持着不肯认错 又不愿意偷懒 便头顶一本 嘴里咬着一本 这根骨性子 确实与王妃一般无二啊 当然 这点小事 说明不了什么 咱们世子殿下以后 能否顺利世袭网替 皆掌三十万铁骑 还不好说 白狐二脸犹豫了一下问道 就不担心那小人徒 李一山怕冷 便是福天时分 可在这清凉山上 听朝廷上 夜中仍是凉风袭袭 忙提起葫芦酒壶 喝了口暖胃 这才愧然叹道 徐霄似乎不怕 可我却怕得很 连南宫先生 这种外人都看出来了 当局对峙的世子殿下 与陈之豹 如何不心知肚明 一想到这陈之豹 西磊壁前 单骑独行 托死武圣夜白魁的 妻女的手段 我不得不怕 也许你不知道 陈之豹剑术不俗 最出彩仍是枪法 比起当年枪先王秀 也就是他的师父 已经足可并肩 陈之豹的兵法 素来是力求一击得手 想必兵法以外 不外乎如此了 要知天下是多事身不由己 当年赵广林与我 何尝不与众多心腹 暗示徐霄干脆反了 虽说徐霄忍得住 但陈之豹能否忍下 天晓得 京城那位 这十来年中 可是花了大量心思 在这里边的 不瞒南宫先生 不是李源英习命 只是怕大厦轰塌 对不住那白衣敲鼓的王妃啊 白活儿脸 似乎被李一山无形中 透露出来的 肃杀气息感染 心情有些凝重 李一山常呼出一口气 仰头喝了口烈酒 哈哈笑道 今日下楼 与南宫先生 说这些肺腑之言 无非是希望 他日南宫先生 登楼顶出厅朝廷后 能记着这份淡薄情谊 凤年的小聪明 可都是我这将死之人 悉心传授的 南宫先生 莫要恼怒这小子的油滑才好 凤年的心性 既然相似王妃 自然是不差的 白活儿脸 只是点了点头 李一山却知道 已经足够 这个亲眼见过 无数硝烟的男人 神情恍惚道 如今太平盛世 不说百姓 便是一些年轻将军 都无法想象那种 数十万假式憨战的 波澜壮阔了 那样的景象 虽白骨累累 北马是个好地方 迟来北马多娇气 割到南风尽死生 所以幽王谷而不哀 才算胸襟 只是不知道 此生还能否看到 凤年领兵驰骋 踏破北马十三州 风声雨声 雷声大江声 还是比不得北梁的马提声啊 李一山笑着转身离开外廊 白活儿脸 看向这枯瘦背影 百感焦急 白活儿脸重新望向远方 冷不丁皱了皱眉头 他似乎有些后悔 当时没有答应 一同出梁州了 恼火这破天荒的情绪 冷哼一声 强行压下 恢复平静后 白活儿脸 眯起比徐凤年 还要好看的桃花眸子 眺望东海方向 咬牙道 天下第二吗